大家好我是南國 沒錯我們人還在花蓮 還沒有離開 今天呢我們要到馬太恩師地 去體驗那邊山林的美好 我們要到那邊去撿葉子 撿完葉子呢還要自己做拓印 做完拓印之後呢 我們要體驗這邊的風味餐 腳泡在福登溪裡面 感受那邊的流水 那邊的自然 吃的美好的食物 接下來我們還要到光復糖廠去吃冰喔 吃完冰之後呢 我們還要到山腳去體驗阿美族的傳統煮冰工藝 節目非常精彩 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馬太恩師弟是國家級景點 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 像是大地賜給花蓮的大冰箱 歡迎大家來到馬太恩師弟 我們這次馬太恩師弟推出了師弟的探索和植村拓展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拿著探索盒到師弟裡面去進行自我探索 然後盒中的內容呢 我們非常仔細的設計了 有師弟的探險家準則 告訴大家進入師弟需要注意什麼 然後還有精心設計的小冊 裡面有師弟的介紹跟動植物的一些介紹 然後你可以到師弟戰道去裡面做尋寶探險的遊戲 然後再來還有很可愛的我們的生態貼紙 也都有附在裡面再給大家 我們可以在師弟裡面探險的時候呢 做自己的紀念品 我們用我們的拓音布 你可以將你撿到的 覺得形狀很特別的葉子啊 拓在我們的師弟拓音布上面 然後一起帶回家 有一些難度還蠻高的 所以你們要就是蠻仔細的 絕美的山林 舒爽的濕度 取材於大地的風味餐 我們在午餐過後 體驗了師弟的生活日常 花蓮光復堂長是走訪花蓮眾古避坊之地 隨著漫步地圖 看著舊時代的火車 聽著巷弄裡的老故事 除了享受知名的冰品之外 若有時間一定要來體驗赤堂活動 親手製作甘蔗糖 還能當作伴手禮帶回家 喜歡在部落做客 喝著赤蔗茶 聽聽部落的故事 我們阿美族的那個同事有分 這是公主帽 未婚的小姐在戴的 然後那邊那頂是大花帽 大花帽是已婚的婦女 我是希望可以帶給旅客 就是可以透過手作 還有這些親手作 去認識我們部落 以前過去老人家的文化智慧 還有再來就是我們年輕人 現在想要做的傳承跟創新 然後是一個很輕鬆很自在 很舒服的地方 目前三角活動體驗 那就是官網上面 就本事業會有 我們基本上就是很 就是黃藤快木的要請 再來就是跟元氣這邊做結合 有做那個魚犬的設計 還到就是比較輕的體驗 還再來就可能比較就是進階一點 可能就是像貝樓啊 不到提然的部分 這是比較需要時間的 沙拉部分我們用在地的那個 木草心還有過貓 然後上面的話就是田青花 也是部落的貓貓 因為我們自己種植的花朵 都是可以食用的 那旁邊的醬的話 那個沙拉醬比較特別一點 是用苦茄去做的沙拉醬 田青小福 大家好 我叫阿露 露的原住民的名字 今天我做的是半熟乳塔 對然後裡面的乳酪 是用三種不同的乳酪去熬煮 然後塔皮也是自己做的這樣 然後因為我想回來是因為我想說 想用就是在地的一些材料 像一些什麼馬太安的樹豆 還是一些南瓜之類的 然後就做不一樣的甜點 我跟大家講 今天在光復鄉旅遊 真的有夠放鬆的 一整天我們走進了山林 走進了部落 這裡的一切真的都非常的棒 你可以體驗到你在都市未曾擁有的 期待你們來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